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八月是乌云这天 黑了太阳黑了月 爹娘回不了自家的门呀 奶奶找不到龙帮耶 不送上了那金阳钢 我们借过了大呼吧 那叫叫才叫风火轮呀 我们是天上的好儿郎 不送上两个金阳钢 我们借过了大呼吧 那叫叫风火轮呀 我们是天上的好儿郎 身后又走那两山坡 背靠大树长长亮 天上天去过乌云鸭 掌鱼口炙气为蝶娘 身后又走那两山坡 背靠大树长长亮 该上天去过乌云鸭 掌鱼口炙气为蝶娘 我看越那些一样 啊 白月是乌云这天 黑了太阳凉帮 出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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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灯 南产的嘉赵架极荣帮耶 掌柜长 你看里边怎么了 掌柜长 是老刘 走 哎呀 这要去哪儿啊 走走走走 还说他跑不了吗 太军 这是俺知道最后一个联络点了 站住 走 走 没想到这小子是个拱骨头 皇上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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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咋 虎子 你又收了根多牙菜当地人呢 哎 虎子 我可告诉你 虽然你救了 但你要说句话 俺可不答应 不答应你想咋着 我现在没工夫跟你打架 你要想打的话 那我帮忙的大声 咱在脚地方打去 你们的大声啊 不说我也知道 去啥 你说我看啊 吵飞火队 送情报 对不对 口声 你这听谁说的呀 飞火队呗 还能听谁说 飞火队 你见飞火队了 他们现在在哪儿 你笑声 快说 他们在哪儿呢 对啊 说实话 飞火队在哪儿 我也不知道 不过昨天 他们说有事 来找我爷爷借船了一个 你们不疼 等会儿我爷爷回来了 说不定还能把飞火队 叫俺家来吃饭呢 啥 你爷爷都把飞火队带回去吃饭 这真的 我骗你干啥呀 走 先让俺家去 好 嘴 别帮我 除了老刘 因为运送物资耽误了之外 临 разработ 临城其他的交通员 都已经隐蔽起来了 那孩子们的情况呢 你问了吗 他们也不知道孩子的去向 不过啊 他们说了 一旦找到孩子 会想办法通知我们的 快回来 躲 起步好着 快点 兄弟 咱们还混什么劲啊 咱给他卖了这么长时间命 到时候来 还不如与飞虎队投降呢 哎 您可别这么说 大哥 人家一投降 您猜怎么着 人家立马给日本人 弄了一飞虎队交通员 咱们忙活半天 连咱们飞虎队的营 也没见着啊 你知道那小子 为啥给日本人干事吗 为啥 我听特务队的弟兄说 那小子是为了一姑娘 姑娘 一个水灵灵的漂亮小妞 也不知道 也不知道日本人 咋就把他相好地逮住了 叫 啥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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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出了一主意 什么主意 他们把那女的 关那小子旁边了 然后呢 然后呢 然后 然后放两个当兵进去了 走 咋 咋规的 你别拦着我 让我去 然后就把缝给揪出来 还不行吗 你说啥混杂话呢 就凭你 一个人一杆枪 你去救风 去单条鬼子上百人的军营 你活腻歪了你 就是死 我也不能眼瞅着缝 受那群杂众的祸害 你没听见他们说吗 那群日本杂众 都对缝做了些什么 哥 你不是总告诉我 要保护老百姓吗 那我问你 缝他是不是老百姓 现在缝丢进狼窝里了 咱们该不该去救他 像鬼子被什么状态 还不是因为咱们废虎对吧 咱们就眼瞅着他 小巫 冷静点 看起来是啥样子 你还像个爷们儿不 我告诉你 我现在火吞着 这帮兔崽子的心都有 但是我必须拦着你 我不能让你去 为啥 为啥 为啥那你不明白吗 现在是杀关头 咱们山里的同志们 根据地千千万万的老百姓 每天都在跟鬼子殊死搏斗 每时每刻都有人流血其声 咱们这儿弃他们于不顾了 就这么去 你觉得成吗 小巫 咱们为了见面更多的鬼子 为了彻底粉碎 敌人扫荡咱们根据地的图谋 这事哪怕有人打碎了咱们的牙 咬往肚子里咽 这个链你明白吗 快点快点 跟上 让开让开让开 张鬼子小五 小鬼子这巡逻队过来了 好 胡子你先说先说 我跟你说啊 来不死了 咱们刚从这茅草里出来啊 门口那假废伍队就听见动静了 哗一声 这庙里边就跑出来好几百个假废伍队来救援嘛 哎呀不好 你仨孩子跑啊 哎 胡子 你刚不是说假废伍队 有好几十吗 咱一会儿就变成好几百了呢 那是因为 哎 夜里太黑 我也没看清楚 哎 反正他们全都出来了 手里还都拿着家伙 嗯 俺杀众就拼命地往那树林子里跑 哎呦 可是他们人高腿长 严重的就要追上了 就突然想了主意 咱们在哪儿了 啊 对啊 我刚才明明看见他们都跑过来了 肯定就在这儿附近 跟我分散场 是我下出主意 阿星 你咋呢 可以我把这别的草里放屁啊 你 放屁 哎 你们多草里去了 可不是啊 俺们跑不过他们 当然带走草里了 大哥 出事了 出大事了 走 跟我回去啊 哎 那些傻瓜 果然找不着我们了 我们在草里等了好久 他们才走的 哎 大庄 大核 那会儿啊 亏了你把那秘密忘了 要不然可换了大事了 我没忘 那骗他们玩的 那不这往事 那能说往就往 哎 哎 哎 啊爷爷 啊爷爷回来了 你们 你们几个怎么在这儿啊 嗨 好 请司令官放心 两天之内我一定抓到飞虎队 并全部消灭他们 报告司令官 我又抓到了一名飞虎队的交通员 他肯定会带给我们有用的情报 好 请司令官放心 枝羹鸟是不会在我们这里出问题的 报告 怎么了 请留的那个飞虎队的交通员 突然咬车自禁了 请司令官放心 我现在就需布置任务 我会尽快给你一个好消息 报告 你们都是木头吗 怎么会让他咬车自禁呢 站住 看来中国人也不都像是田儿一样 好了 不说这个了 这么去 你赶快去沙溝站 接替野川的植物 这是小林司令官的命令 军列被劫的调查结果出来了 与徐州地下党无关 这件事情又回到了沙溝 有 孙维俊 现在看来 不是我们对野川有偏见 他的督治 也不是我们安在他头上的罪名 刚才田儿说了一个非常重要的线索 在沙溝站的确有飞虎队的眼线 而且从他们的保护措施来看 飞虎队还有八路军对着这个眼线 是非常一众的 看来我的感觉没错 也许就是那个老许 你到沙溝站以后 要抓紧时间 把这条线索理清楚 是 孩子们 这离林城挺远的 鬼子一时半会儿啊 找不到这儿 你们就安心呢 在我这儿待着 先吃点煎饼 点吧点吧 我给你们做面条去啊 好 别想了 亲爷爷 你不能现在就带来去找飞虎队吧 今天呢 跟飞虎队送完了药材以后 他们就急急活活就走了 他们现在在哪儿 我也吃不准呢 可是 可是都过这么多天了 给你老后的情报 直到现在还没送下呢 孩子 别着急 坐下 好 要不然 咱们这样 你把情报交给我 我帮你去找飞虎队 舅长 秦爷爷跟你说话呢 到处把情报交给我 我那个大叔特别嘱咐了 这个情报不见老猴本人 对谁都不能说啊 哎 大叔 你连爷爷都信不过 你以为 他也是假背我队呀 哎 搞事 这小子就一根筋 我算是服了他 我跟那个大叔发过诗的 你让我咋办啊 好 好啊 就创大帐这个认真劲 就是合干侦察员的材料 这个大壮啊 不说也对 要不 我去找飞虎队 让老红他们 亲自来接你们 好 你们是不知道啊 老红为了找你们 急得跟啥似的 真的呀 好 狗善 你帮我去煮远条 我这就走 哎 我们在这儿好好坐着啊 来 吃吧 来 吃吧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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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鲁子 哎 秦大爷 正好想去找您呢 啥事啊 田二他叛变了 什么 田二叛变了 是啊 今天早上他带着鬼子 把临城的老刘给抓了 二掌柜的让我给湖上认识田二的人 都说一声 让咱俩赶紧想办法躲一躲 对 那得赶紧的 是啊 我还会两家没说呢 哎哎 陆大 大掌柜的呢 我有急事找他 大掌柜的 我没见着 但是二掌柜的好像是去 哦 我自己去找吧 你忙你的 别耽误事啊 哎 好嘞 秦大爷 那我先走了 那个你自己在路上的时候也要小心一点 我来的时候差点让鬼子的汽填给撞上了 放心吧 慢点啊 哎 好嘞 秦大爷 行了 出来吗 很想藏到什么时候啊 你不在家好带着 跟着我跑这干啥 哎 爷爷 你们去找废虎队也带上我呗 去 什么事都跟着瞎掺和 哎 你呀 帮我办件事 啥 你赶紧带大掌柜街角到老地方 去吧 开门了 哎 哎 咳咳咳咳 咳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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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咳 咳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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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我爸爸正在照顾我妈妈 请你等一下 爸爸 爸爸 电话 是早庄拿来的 喂 我是叶川 小林司令官 什么 可是 我明白了 我明白了 我 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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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队长 你还犹豫啥 这次这个消息要是瞒着宋伟 日后她知道了 可不又得 我是觉得这次要是因为咱的情报 抓住了这几个孩子 兴许日本人就不会再揪着小头的事不放了 快走 你们快点 晓妮 什么呀 还没吃啊 快 你们快点 还没吃饭呢 是你急着往后帮我们拉这儿来干嘛呀 这不你身子转三的地方吗 咋 你又想说我们是不是狗事啊 不是 这是哪儿跟哪儿啊 走 大哥 咱去看那个线还在不 你们上哪去 你今天怎么谁认得来了 虎子 你不知道 我爷爷您走前特别嘱咐过我 说让我把你们先带这儿来躲躲 让人先抓着我 让人先跑 躲起来 干嘛呀 听说呀 有个叫田二的飞虎救援 叛变了 我爷爷怕 我爷爷怕他带人到俺家来抓你们 你说你爷爷叫啥 田二啊 咋了 虎子 你干啥去 拿着来抓着我 你干啥呀 虎子 你站住 干啥 我看你这边还吹不吹 咋了 你二叔叛变了 去你的 你二叔才叛变了 没跟你闹着玩 我说真的没骗你 你听谁说说我二叔叛变了 狗事儿 狗事儿 你跟他说 他二叔是有叛变了 我没说呀 你刚才明明不是说 胡子 你听错了吧 我刚才是说 飞虎队的田二叛变了 大叔 你二叔叫田二吗 大叔 听得来 这回你还有啥好说的 你二叔真的叫田二啊 我二叔不会叛变了 你二叔不会叛变了 啥 你二叔不会叛变 我爷爷都听说了 今天早上 你二叔领着鬼子 把临城的刘大爷子抓起来了 你叛变 我二叔才不会叛变的 你个小叛徒还敢打我呢 狗事儿 狗事儿 你 大叔 马上把情报说出来 我骗什么干的情报 你要是处是叛徒 情报能让你拿着吗 他也不能打枪 废话对他人 他这杀你都信的 这事儿可不是我说的 这是鲁子叔叔告诉爷爷的 撒 他还能撒谎 你听听啊 赶紧把情报说出来 我二叔没办便 你想叫我说这情报的 没办 你回来 你给我站住 你走吧 你刚才说 有人在后边把那个孩子接走了 是的 当时我带着几个侦缉队的弟兄 到口边巡逻 没想到就碰到那几个孩子了 就在我们快抓到他们的时候 也不知道从哪儿钻出来一条小船 就把他们给接走了 这是什么时候的事情 没有多长时间 就是今天早上的事 那你知道 这个人长得什么样子 也是一个孩子 个头和那个叫虎子的差不多 胡队长 好 你知道是谁 在后边把那个孩子接走的吗 不知道 队长 我想这可能是飞虎队提前安排好的 早早就在那儿等着 等孩子一到 就把他们拉到湖里去 我 我得到这个消息 立马派人去追查 可是后面太大了 队长 我们争计队 也不够人手啊 来人 是 把天二口找来 是 大壮娘 垃圾 大壮娘 大壮娘 孩子们没给你回来 孩子们 没给我回来 虎子的娘 你不是说今天白天 就把孩子留回来吗 这是咋了 飞虎队 没把孩子救出来吗 昨天夜里 他们就救孩子了 可是 可是 可是你没给救出来是吧 真是的 我就说吗 鬼子的地界 阎落电吗 不 大壮娘 你先别着急啊 飞虎队昨天夜里 施工进去了 可是也不是咋搞的 孩子们自己已经给跑了 他们却 您就别说笑了 那鬼子的窝里 那是那几个孩子 能自己跑出来的地方吗 不 大 小军 您找我有事 天儿 我想让你告诉我 在湖区飞虎队 还有经常来晚的人吗 您说这个 还真说不好 这飞虎队都是土生土长起来的 谁没几个亲戚朋友啥的 是 有一个 这么高的孩子 你有没有印象 孩子 是啊 没印象 好 你去吧 有事我再找你 太军 你说孩子我倒真想几个人来 他爷爷经常跟飞虎队来往 哎 千千天港刚在这儿见过他们 他叫什么 他姓 姓 姓秦 嗯 叫 小明叫狗盛 姓秦 狗盛 哎 你老老远远远远 让你把 让你把行方收出来 你听见了没 你到底说不说 我不说 我就说不说 你为啥不说 难道你想留着给你的被判妥儿说说了吗 话说不是判妥儿 她的恐怖这么厉害 都可以说不成他 你到这时候还听得吹牛 我告诉你 只要发面鬼子 不会的功夫多厉害 都是贩毒 我这不是犯传 你要再记他 把他给毕了 你明明信实 你别以为 我不知道这是他这样的 你为了我告诉你钱吧 你以后让他毕了我和你回来 你今天就是答对我 我也不会说的 你别活八糟 你知道吗 我告诉你 我现在是以飞虎队的名义 跟你说 叫你把钱包装出来 天黑之前 你要这么把钱包装出来 你就别想当手飞虎队了 我咋叫不叫你叫我 你敢欺骗他 你说什么 你再说一遍 报告里的渠道 又重又硬 有我在哪里一定要的财怪呢 你敢欺骗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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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走 走 快点快点 跟上 让开车 让开车 让开 快 这好几年不见 你可以啊 可以是 你们小队 你不就是冰岸 多给日本人埋了几年命 腰狠 你知道吗 你今天要去抓这几孩子当中 用你那个 大胆 大胆 知道咋的 俺爷听说啊 这四个孩子里有你亲弟弟 你不就是冰岸 那我不一样啊 那我不一样啊 我是从飞虎队去把我兄弟救出来的 你呢 天儿 你还愣着干什么 快上车 宋 宋美太君 帮你抓到四个孩子之后 你答应啊 把风放了行不行 只要你跟我们合作 我们就不会为难这姑娘 至于放不放她 那看你为我们做多少事情吧 出发 快 走 二掌柜子 你说这几孩子究竟跑哪去了 二掌柜子 你看谁来了 二掌柜子 秦大爷 快坐快坐 快坐下 秦大爷 您怎么跑这儿来了 那鲁子没跟您说 这湖里边全是鬼子呀 二掌柜子 说啥俺也得来一趟 你知道为啥 大壮他们找到了 找着了 是啊 怎么找着的 咱们送药产回来到家一看 大壮他们在俺家坐着呢 这几个臭小子 他们怎么跑你那儿去了 是狗圣寨来的 大壮说了 他有重要情报 要亲手交给大掌柜的 我说 我帮你送他 这小子他还不乐意 对了 咋没见大掌柜的 这不是田儿叛变了吗 大掌柜就带人去转业那些 没有来得及运出去的物资去了 秦大爷 咱们赶快去你那儿 省得夜长梦多再说岔了 对 走 二掌柜子 我跟你们去 好 你赶快不能伸鬼子皮拿上 这东西 在路上比鬼子的通行证 要强得多了 快点啊 是 是 是 不 嘘 大掌柜子 嗯 你从昨天到今天 都没吃东西了 我 久不ang 不ang 太了 好啊 小姨 你管还是投入煎饼 给叛徒吃 你也叫她叛徒啊 道德二叔叛变 道德刚没叛变 你 你该没听她说吗 说她不稀罕南小飞舞队了 这就是叛徒 这东西就是拿去喂猪 也不能给叛徒吃 我再说一条 从现在开始 谁也不准理他 谁要是理他 就跟他一样 从小飞舞队里边 滚出去 走 周总 他愿意赖在这儿 就让他赖在这儿吧 周小飞 我怎么办 走 走 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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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cal 秦大爷 您休息一下 我们来划吧 不用了 前面就到了 上哪儿走去 在哪儿呢呀 你们快看 我爷爷 我爷爷回来了 你爷爷 你爷爷是穿上去 还有个鬼子 鬼子 走 我们去到这儿了 快去 你怎样 这有鬼子 怎么办啊 不是说 这孩子在林子里儿 在哪儿啊这是 哎 狗尚 你说鬼子会走那儿吗 别说话 小心鬼子听着去 把我们挂来啊 咱们先走两步 站住 前面有陷阱 爷爷 你咋冒鬼 高尚 二掌柜 谁冒书 哥 看 那人身上的大烟袋 这到底是咋回事啊 咱老师古圣也攀骗鬼子了 啥 大壮不见了 俺们这儿都找遍了 连岸来这儿的船也没了 奇怪了 好好的怎么会不见的呢 哦 你们都看我干吗呀 我又不是 我又不是 不许把大壮骑走的 哥川 不是让你把他们照顾好吗 到底咋回事 不 我又不知道那个胖著田二 就是大壮大二叔了 怨我 都怨我呀 是我太大意了 先别说这些了 找孩子要紧 秦大爷 麻烦您再带我们四处找找啊 好吧 走 走 来 小心 好 好 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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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看 你看看 高尚 干啥去 小鬼子太欺负人了 我跟 高尚 高尚 又想逞能是不是 你给我老实带着 你闯通话还不够啊 大爷 又给您添累了 二掌柜 你说得啥话 这小鬼子他要不祸害人 他还能叫小鬼子吗 秦大爷 有个事情还得请您帮忙啊 啥事 你尽管说 在你秦大爷这儿啊 没啥不行 好 看今天的情形啊 我只能带着小偷走了 虎子和小银 还得留在您这儿 麻烦您帮着照看一下 行吗 没啥不行 行啊 好啊 王小叔 为啥你只带他走 不带俺俩走啊 怕你和您块打鬼子呢 是因为啊 有些事情需要小偷 过两天 我叫老红叔叔和彭亮叔叔 来接你们好不好 好吧 嗯 秦大爷 时间不早了 那我们先走了 路上小心啊 哎 听爷爷的话 哎 走 好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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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大了 走 面 快修快修快修 是 是 快 快一天快一天 谢先生 眼看这一天就要过去了 可你只帮我们抓到了一个 什么都没说的交通员 你几乎 没给我们提供任何帮助 孙伟太军 你是不是太着急了 你也看到了 俺一直帮你们想办法找飞虎队 找那几个孩子 你还想让俺咋叠啊 不是我急 是小林司令官机 他留给我的时间只有一天了 虽然种种迹象表明 较大壮的孩子 还没落入飞虎队的手 可是我在想 你我之间的协议 是不是还有必要再继续下去 报告 队长 这已经修好了 马上上车 快送给太军 快快 都上车 快 咱可不可以先派人 为什么 蓝在乡 或许有个办法能找到大壮 什么办啊 制作人家的 还能够好吗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亚马一口磨 亚马一口汤 靠日队无痴地消 大家找帮忙啊 为你十大声掌 亚马一口磨 亚马一口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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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您是大胜仗 抗日最无耻地下 大家都帮忙 为您是大胜仗 日头吹落西方 但如果 你就是我要找的那个人 你又怎么解释 你听着 那个长着大眼睛的人 不是什么好东西 人家说咱飞虎队出了叛徒 其实说的就是他 你的爸爸他一直是很爱很爱你的 你